我们来上课了 站住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没 没带 现在回家去 我现在就去 老师 我带了 不就是橡皮吗 可是 老师 为什么要检查橡皮呢 你们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 我检查一下橡皮就知道了 奇怪 这怎么可能 我才不信呢 老师 我把我的新橡皮带来了 你看 鲁蛋 你的新橡皮怎么都裂开了呀 啊 怎么还写着想吃饭 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饭 哦 是老师 老师的课讲得太好了 你听我说呀 大家跟我念 鸡蛋煎 鸡熬饺 煎饺 哇 大煎饼 大饺子 好香啊 好饿 想吃饭了 橡皮啊橡皮 快把想吃饭的信息传给老师 让他快点下课吧 但凡你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也不会考零分了 行了 你进去吧 知道了 老师 白雪 到你了 把你的橡皮拿出来吧 好的老师 哎呀 白雪 你的橡皮是怎么了 黑乎乎的 老师 我 我想我的橡皮太干净了 所以我就把它涂成黑色的了 好啊你 你果然是上课没有认真听讲 都在涂橡皮了 好 你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 进去吧 啊 好的老师 老师 我的橡皮找不着了 什么 老师 我捡到了一个细绳子的橡皮 是我的是我的 美人鱼 你的橡皮上为什么细绳子呀 呃 老师 因为我妈说 我老是丢橡皮 所以就在橡皮上给我细了个绳子 让我挂在身上 啊 你也太丢散洛丝了 以后看好自己的东西 老师 你看 这是我的橡皮 嗯 不错 你俩的橡皮都挺干净 进去吧 好的老师 老师 我来了 这是我的橡皮一家人 小女巫 你怎么拿了三个橡皮 因为 我上课要玩呀 哎呀 说漏嘴了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你 算了算了 明天给我带一块新的橡皮来 玩具橡皮不许带了 我知道了 奇怪 马上就要上课了 凯莉怎么还不来呢 不许走 哎呀 我上课要迟到了 快让我过去吧 猜猜我们谁是王后的橡皮 就让你走 那 你们倒是给我点提示呀 好吧好吧 王后的橡皮会魔法 小朋友们 你们说 这两块橡皮哪个是王后的呢 我给他们打上编号 你们快在评论区 发送橡皮编号 告诉我吧